咱们谈谈缅甸 据说白索成给自己准备了五吨炸药 果敢老街正在被围攻 白索成在果敢 现在是在街头到处视察防疫公事 也可以看出他现在也是非常嚣张 重点是他现在说 自己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五吨炸药 说埋在他的百姓山庄 别墅 办公楼 物业 卧室和自己身上 说随时准备好拉响炸药 白索成说他不会离开老街 不会淘宝 更不会向同盟军投降 他要与老街共存亡 一旦老街被同盟军攻破 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拉响所有的炸药 这么看白索成已经做好战事准备了 你看那个明学昌就点一下 是不能活着出去的 不成功变成人 不过咱们看白索成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他的下场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弦拉抱 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中国海军抵达缅甸 这一步现在看非常重要 因为咱们说就在之前缅甸正在做舆论 宣传什么呢 中国的入侵 他这个理由其实是给什么呢 是给下入一个是国内的排华 另一个什么 另一个拉拢 拉拢印度 入局 所以中方是立刻派了一个海军进入 海军现在对于缅甸局势 我觉得影响非常重大 中国的外交部说呢 不干涉他国内政 但是你的海军 你说能不干涉吗 想想能不干涉吗 你的海军已经到了 你说你不干涉 但是你的陆军正在边境演习 然后你的海军就在仰光 这个我觉得这个咱们外交部就不要提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了 中国和缅甸是包拨关系 包拨关系就是兄弟关系 尽管现在外交部在谈啊 但是很显然 中国的要求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脏水往中国深圣坡 很明显缅军就是缅甸的这些军人 军政府要做的就是准备把矛盾往中国人身上转移 缅军现在是伤亡极大的情况下 他其实也没什么打过胜仗啊 在二战到现在 可以想想几个这个无人机就把缅军打成这样 他的战斗力其实都已经暴露了 实际现在看的同盟军用的一些战术战法还真是现代化 目前看最大变数还就是印度 注意咱们一定要警惕印度 印度为什么危险呢 因为印度是国家贪了 而且什么利益都想下手拿 印度和缅甸是邻国 他是有利可图的 据说这个米洋来政府可能再给印度谈条件 就是说承认向印度割让一部分领土 当然这个印度呢 现在非常低调 越低调咱们越要注意 可能双方在底下谈的非常热闹 当然这个是没有得到确认的 会不会真正的谈崩 米洋来也可能是病急乱斗医了 缅甸和印度勾连 首先对中国非常危险 因为美国如果想介入 他一定会借印度介入缅甸局势 来对中国进行牵制 这种格局其实就是要准备反华了 一个是缅甸国内开始大工作 杀中国人排华 所以你要明白解放军的军舰进入仰光 其实就是要告诉缅甸华人 第一你们撤离缅甸首都仰光 由解放军来完成 一个是踏路 一个是警告不法分子 不要去伤害中国人 可能大家不知道 一带一路缅甸这个项目里边 大多数都集中在印度洋这个方向 就这个地带集中了大量的中国人 大量的华丘华人 大量的一带一路的投资 其实都在这一带 那这个时候如果缅甸军政府开始访华 杀中国人的时候 这些华人怎么办 解放军军舰其实就演练 未来可能大规模撤侨 那现在看路已经走了一趟 大家想想 如果是印度要确定要介入的话 或者说他跟这个缅甸谈好 拿到一部分领土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中国必然要下场 也不光是中国要下场 估计那时候巴基斯坦也要下场 如果印度真的疯了 要介入 那中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中国呢 其实可以帮助这个缅甸解决 他内矛盾 原因就是你 你这个坐下来谈 有利于和平发展 但没想到这个 你去找印度人 印度人绝不想这个地区和平发展 他想黄准人杀黄准人 据说呢 这个缅甸缅军和克伦边防部队 增援途中遭到袭击 克伦边防部队的少校 在内有11人死亡了 缅军22师 第44师 第4训练学校学员 还有克伦边防兵 有一支增援部队前往孟邦 叫毛淡棉县 宅托镇 增援在这个宅马劳镇 这个村附近遭克伦民族解放军 第16营 红龙分队 联邦之役联合袭击 造成了包括克伦边防军第4防区者官 叫诺德亚少校和一名缅军上尉 10亿人死亡 另外4人投降被俘 缴获15支枪 克伦联军一方有一名战士死亡 现在看这个战士还是非常激烈 克伦军占领了一个村 咱们不拼了 那个缅文太长了 叫克伦邦 连接一个克伦邦大小 这个缅甸军方的兵力不足情况 非常严重 他就抽掉了第4训练学校的学员 和克伦边防军准夺回这大桥 结果刚过去就被重创 缅甸亲邦第三座城市 也已经被亲族联军 已经解放了 而且有4人投降 就在当地时间十一二十九号 上午十点十分 亲邦巴杜比县 耶爪镇 这都阴影的 缅军营地被亲族联军占领 整个城市被完全控制 这是11月13号 叫法兰县 哈瓦尔镇 包括24号 叫巴杜比县 巴杜比镇 之后第三座被解放的城市 这个在哪呢 就在印度和这个缅甸的边界 你可以看一下 印度缅甸边界 那26号开始 由这个亲民族军 马拉亲保卫军 劳徒亲保卫军 咱不说了 当地武装太多了 各种各样武装 他们对这个公路啊 抓这个叫耶爪 耶爪镇啊 发起攻击 那么期间缅军进行至少十次空袭 说驻守城市军警有四人投降了 左通亲保卫军啊 马拉亲保卫军各一名成员死亡 啊 就是这个印度和缅甸边境不太平 就这意思 目前看呢 真正缅甸啊 最重要的就是 他不能导向印度 如果缅甸导向印度啊 我觉得咱们解放军 现在做的是 就是撤销准备